丹普希最快速进球 美国战演复仇季 2比1班导迦纳 就是这一个进球 是本届四组赛最快速进球记录 美国队起脚开赛 明星前锋丹普希 接获队友成球后 个人从左路单刀 连过两个人杀入禁区 直接起脚攻破迦纳球门 开赛30秒就攻门成功 他进球后开心的高高要起 接受队友的庆贺 他在赛中一度和对手空中争球 以外被对方踢中鼻子 当场血流如柱 经过短暂治疗后 继续回到场上奋战 迦纳在四分后积极反攻 第82分钟 艾游在禁区起左脚 攻破美国队大门 追成平手 四分钟后 美国队再一次角球的机会 做出反击 布鲁克斯接获队友的角球 直接投锤反弹后破网 让美国攻得最重要的自胜分 中场美国队以2比1击败迦纳 上一届南非世界杯16强比赛 美国队以1比2败给迦纳 参招淘汰 美国队以这场胜利挂了一箭之冲 动讯闻综合报导 一步 establish 出来 优优独播剧 piel 优独播剧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